全職像 心愛過世 悲心消極孟輝李淑彤音樂會 今年第一場已經在11號圓滿結束 孟輝李淑彤是一齣結合西洋歌劇風的中文音樂劇 呈現出李淑彤的各種形象 看完演出的觀眾紛紛表示相當驚豔 震撼 這是一種歌劇形態 都是把中國很重要的人物這樣子的表達出來 所以不管是編劇 導演 創作 歌劇 各方面的東西看起來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是滿驚豔的 現場音效的震撼感是必須讓你現場體驗過 你才會知道說這個製作有多麼盛大 有多麼讓你震撼的 擔任音樂會藝術總監的聲樂家呂莉莉表示 會辦這場音樂會 是因為覺得李淑彤在文化藝術界有著相當大的成就 卻選擇頓入空門令人好奇 從小到大 到現在這個年紀了 我看了很多藝術界的一些個過去 對國家在這方面有貢獻的能力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到一個在文化藝術界這麼有成就 能夠呼風喚雨的人到最後 我走入吃家 頓入空門 所以我對於這個人的心理狀態和他的思想我非常有興趣 除了11號的演出獲得相當大的迴響 在此之前 主辦單位也舉辦系列座談會更是廣受好評 10月25號晚上7點半 也將在台北市中山堂的中正廳 演出今年最後一場音樂會 門票已經在兩廳院售票系統上開賣 錯過上一場的觀眾 可以把握機會上網搶購 好